随着疫苗施打扩展到更多的群体 最严重的社区和因新冠转成重症或死亡风险高的年长居民 打疫苗仍是重点及优先考虑 但近日网传 莫德纳疫苗对亚裔的效果是100% 辉瑞只有47.4% 但专家指出临床数据有限 这种说法不足采信 然而相关贴文继续在社交媒体发酵 不少亚裔长辈 甚至到场施打时期望可以选择疫苗品牌 根据CDC的说法 不同的新冠疫苗由于储存的温度不同 地点是分配疫苗的主要因素 基本上没得选 因美国目前只提供莫德纳和辉瑞疫苗 两种疫苗采用信使核糖核酸 引发新冠病毒发展出免疫力 但此核糖核酸相当脆弱 碰上高温容易分裂失败 必须储存在低温 根据研究报告 莫德纳疫苗储存温度不像辉瑞疫苗低 所以被分配到的地点均是没有超低温冷冻设备的小型诊所或疫苗施打中心 换句话说 辉瑞需要在极低温环境生存 因此经常被分配至具备超低温冷冻设备的大型医疗中心或大型疫苗施打中心 不过根据新研究指出 灰瑞似乎在不那么超低温的环境也不会变质 若经FDA查证准批 灰瑞将可变得更普及化 且疫苗针的发生作用有两大关键 一个是疫苗施打的时间 三大品牌在疫苗接种后的28天到42天产生高防护疗效 灰瑞在接种后的第28天 莫德纳和牛津AZ则都是在第42天 医生也提醒 因为两针之间必须时隔20多天 万一有些人记性不好或将记录卡已失 忘记了第一针的疫苗品牌 会增加医护人员在施打第二针时的困难 也强调 整个疫情能不能被控制 可能也和原本疫情严重程度 施打方式 疫苗种类 甚至原本的防疫措施都有关系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